哆啦A夢明明是機器人 那為什麼牠會冷 會熱 還會感冒 還會肚子餓呢 其實今天我要拍一支影片 憲哥我最喜歡的卡通人物 應該很明顯了吧 好不要開玩笑了啦 今天是9月3號也就是哆啦A夢的生日 所以我要拍一支影片和大家分享 我多喜歡哆啦A夢 首先呢就先做一個簡單的基本介紹 哆啦A夢的生日是 體重129.3公斤 胸圍129.3公分 大家可以發現哆啦A夢的生日是 2112年9月3號 所以牠的身高 體重 胸圍 全部都是圍繞在1293的數字上面 算是作者藤子F伯厄熊先生的一個小巧思啦 接下來就是入門一點的介紹了 大家都知道哆啦A夢的耳朵是被老鼠咬掉的 但是為什麼耳朵會被老鼠咬掉 還有為什麼哆啦A夢會從黃色變成藍色呢 故事是這樣子的 哆啦A夢最早的夥伴是大熊 孫子的孫子也就是野筆士修 有一天呢士修在做他的美容作業 作業的名稱叫做 用黏土捏出你最好的朋友 於是士修就想用黏土捏一個 哆啦A夢送給哆啦A夢 但是這時候啊 就捏得不太好 於是他就拿出了道具 雕刻老鼠 然後這個道具的功能呢就是 你只要將這個老鼠 給他看一下實體 老鼠就會把你想雕刻的東西 啃成實體的樣子 但士修把操作的方法顛倒了 於是老鼠先看了黏土的哆啦A夢 就要去把真實的哆啦A夢的耳朵 咬得跟黏土的耳朵一樣 那首當其衝的就是 哆啦A夢的耳朵啦 經過手術以後 哆啦A夢就變成一個 黃色的大光頭 那就會被朋友 還有當時關係不錯的一隻 女機械貓嘲笑 哆啦A夢就非常的難過啊 抑鬱寡歡之下決定使用 元氣之源 這個道具的功能就是 喝下去你的快樂就會增強十倍 不過哆啦A夢使用錯了 他拿到了 悲劇之源 所有的悲傷會乘以十倍 於是哆啦A夢就連哭了三天 所以他身上原本黃色的烤漆 就因為脫落變成藍色的 這就是為什麼 哆啦A夢沒有耳朵 而且是藍色的原因了 那如果大家想知道 哆啦A夢跟士修是如何產生連結的 那歡迎在下面留言 因為這就是另一段故事了 接下來就是非常深入的問題了 很多人會好奇 哆啦A夢明明是機器人 那為什麼他會冷 會熱 還會感冒 還會肚子餓呢 其實這個答案是有機可循的 因為哆啦A夢是屬於育兒型的機器人 也就是為了照顧小孩所創造的 保母型機器人 所以為了要讓哆啦A夢 體驗到人類的冷 熱 還有肚子餓的感覺 所以加入了這樣的設計 而且哆啦A夢疑似是有 靈魂的機器人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我會非常開心的拍第二集 那接下來就是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哆啦A夢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我的很多想法 還有想像力 還有創造力 很多都是因為哆啦A夢而得到的啟發 在哆啦A夢之前 沒有人相信用一根竹蜻蜓就可以飛上天 沒有人想過打開門 就可以通往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 也沒有人想過 好像所有的問題 都可以透過百寶段裡面的道具 就可以得到解決 那其實到目前現代的科技 很多哆啦A夢的道具 是已經慢慢的被實踐了 比如說之前哆啦A夢一樣道具 叫做電視電話 也就是你在講電話的時候可以看到對方的樣子 那如今的視訊電話其實就已經具備這樣的功能了 還有一個叫做翻譯蒟蒻 現在有很多的產品 還有APP已經快要完成這件事情了 唯一的差別就是 餓的時候不能拿來吃 隨著科技的發達 其實我們人類能被解決的問題已經越來越多了 不過我們人好像沒有因此而感到越來越快樂 大熊在每一集的哆啦A夢裡面 幾乎都會使用哆啦A夢的道具 但往往都不會是什麼好的結果 也沒辦法輕易的就可以得到大熊想要的東西 但無論是平常的卡通或是劇場版 其實劇場版尤其明顯 不管發生到任何的事情使用了什麼道具 最後其實都是一直不斷的在凸顯 大熊的人物性格 也就是善良 他可以因為別人的快樂而感到開心 因為別人的痛苦而感到難過 我覺得這就是哆啦A夢之所以會從未來回到過去 幫助大熊最重要的原因 並不是為了要讓他使用這些道具 而是要讓大熊發現他自己有善良 這個這麼珍貴的東西 也許會有很多人覺得善良有什麼用 善良的人會被像胖虎這樣的人欺負 善良的人會被像小夫這樣的人欺騙 但大家要記得 大熊能完成他人生的終極目標 跟竟相結婚得到幸福 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因為善良 當我們在追求一樣東西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碰到很多的問題 然後自己就會產生懷疑說 我這樣做到底是不是對的 但也許這些問題都是為了要確定 我們自己是不是真的想要達成那個目標 如果是的話那就是對的 那當然前提是 不違背社會道德 還有不做間飯殼啊 2014年的時候 哆啦A夢有一部電影版 叫做Stand by Me 它裡面的標語讓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獻給曾經是小孩的大人們 隨著年紀的增長我們漸漸的安於現狀 不會再去做夢 不會再去幻想 但我覺得長大不代表我們 有些事情必須被遺忘 而就是因為長大了 所以我們才能知道 有哪些事情我們必須要記得 對我而言必須記得的就是 從小喜歡哆啦A夢 然後每天幻想著自己 之前去哆啦A夢的 藤子F伯二雄博物館的時候 它其中有一面牆 牆上有很長的一個時間軸 時間軸上有各個點 上面都是關於 哆啦A夢的重要時刻 比如說1969年的時候 第一部連載開始 1973年的時候 哆啦A夢第一次在電視上播放 1980年的時候 第一部劇場版上映 那在這個時間軸的最後一個點 它是一個 哆啦A夢的鈴鐺 然後上面寫著 2112年9月3號 哆啦A夢誕生 其實我知道我的有生之年 是沒辦法等到你一天的 但是我很慶幸 我活在一個有哆啦A夢一起陪伴的童年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的是 如果你是一位大人 那請你一定要想起自己小時候的樣子 那如果你還是一位小孩的話 請你一定要記得 你們現在的樣子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小李 他是國萊夢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 也要喜歡你們自己 快樂的樣子 每一位小朋友 讓我離開 所以要